大家好,我是队长,DC新作蓝甲虫今日正式开分 烂番茄新鲜度82%,仅从分数上说 作为一部超音起源电影成绩还是不错的 截止到我写文案的时候,共有77位影评论打分 本系列评论从差评了解电影下线的原则 我从蓝甲虫77条评论下面共三远刷13条差评 我要防止有人说我避重就轻或者捏造差评 我也将全部77条评论全部截图 如果有人对此抱有疑问,也可以到网站上自行查阅比对 以下为电影的详细差评 这是一个并不起眼的故事,加上廉价的特效和平庸的导演 完全是梦游主义电影制作的典范 让观众陷入到无意识的昏迷 令人惊讶的是,蓝甲虫感觉就像是其他十几部超音电影的无序缝合 尽管有一个迷人而有趣的主题 但也仅仅是为拉丁裔带来了一个模板化的DC电影 一个看似温暖的起源故事 但却有一些关于暴虑的矛盾表现 它就像一个弱化版的漫威蚁人电影的激性表演 加入了一点独夜和蜘蛛侠的特色 电影每一个重要的场景都会带来充满刻板印象的台词 我根本不相信这部电影像其他评论里所说的那样充满革命性 事实证明,动作场面和角色一样薄弱和无力 全片有不起眼的CD战斗 单调的动作设计和缺乏紧张感的节奏安排所推动 最终,电影变成了上世纪和机器人的普通战斗 在现在这个漫画电影的时代 这种冲突已经变得过时且平庸 而且我敢说,这真的很无聊 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打哈欠 创意上的欠缺令我崩溃 电影很暗淡,很沉闷 这就是一个套模版的起源电影 特效没有特色,反正像一个从卡通片里面走出来的坏人 你能在电影里面看到过去几时 甚至更多的超音电影的套路 结局毫无信意 在如今不断倡导詹姆斯刚跟规划的时代 蓝甲虫怎么样都让我没有感觉 再让他修改几遍 蓝甲虫也就只会这样普普通通了 超音电影本来就已经让人感到疲惫了 但这部电影更是其中的残次品 它接近了许多前辈的元素 以至于像是一部翻拍电影 这类的故事我们以前看过太多 对此我特别失望 其实这部电影开始是有自己特色的 但后来却被他们自己舍弃了 以上就是蓝甲虫 其实是目前的烂番茄差评 作为在上映前并不被看好的DC电影而言 说实话 我觉得目前这个成绩对于蓝甲虫而言 其实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对于观众而言 里面男女主角的颜值还是在线的 但还是那句话 蓝番茄新鲜度仅代表影评人的口碑 后续观众的口碑 要在8月18日电影上映后才会出炉 至于电影到底如何 还需要大家亲自看过后自行评判 当然如果是没有办法看首映的粉丝 就一起等到牛媒体上映后 再来一起观看吧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觉得视频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